各位男生的鄉親 大家好 我是詹美娟 歡迎收看今天的七個載合的人道新聞 各地的減少交通議員的發聲 超短點到來幾月要增強二十八個道路 也就是富林路的特寬港頂 今天在新出國人中心 也來基盤土地徵修作業的第三條共町區 不過因為這個特寬道路的部分 有其影響到十個的行業 其民調這期二十八個道路的特寬美娟省 建立後拿去北部條來強烈抗議 拿到北部條作出抗議 提出強烈來反對進行二十八個道路 也就是富林路的特寬港頂 因為新出國的道路鑽上六百公俗 但是必須珍惜台幼六成的水流地 他們就當地站在不滿 向政府申請劍腳輸腳 用我一生的心血 來開這棟房子 結果一百空一年政府說 誰對我這裡開一條路 整棟房子都要拆掉 這棟房子因為他照到新開道路的幾個 利用到印度的環境 並且提出這棟 當初都市價位 發生幾個三十八個 後來縮減為十五七十八米 不過是沒有按照原本的設計 兩兵當時來縮減 設置有偏高病 這兵衛是不公平 收這十五米如果要照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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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恰好意外發生 雖然整個這項頭髮工程 現在頭髮就說聽話 聽出民眾的意見 都會來作為生日重要的參考 因素提起的意見 我們也會來反映給頭頂 這麼多在庭長長久才表示 二十八戶都來幾個有問題 以此並沒有辦法來發揮 架大功能 希望相關單位 再來重新做民國 記者 林彥仙 彩虹報導